哈喽大家好 我是一昂千禧 欢迎收听轻语 让团团的轻声细语 伴你入眠 今天要分享的是 圣埃克苏佩里的 小王子 再去看看那些玫瑰花吧 你一定会明白 你的那一朵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玫瑰 你回来和我告别的时候 我再赠送你一个秘密 于是 小王子又去看那些玫瑰 你们一点也不像我的那朵玫瑰 你们还什么都不是呢 小王子对他们说 没有人驯服过你们 你们也没有驯服过任何人 你们就像我的狐狸过去那样 它那时 只是和千万只别的狐狸 一样的狐狸 但是 我现在已经把它变成了我的朋友 于是啊 它现在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了 这时 那些玫瑰花显得十分难堪 你们很美 但你们都是空虚的 小王子仍然对他们说 没有人能为你们死去 当然了 我的那朵玫瑰花 一个普通的过路人 会以为他和你们一样 可是啊 他还单独一躲 就比你们全体都更重要 因为啊 他是我浇灌的 因为他是我放在花罩里的 因为他是我用屏风保护起来的 因为 他身上的毛毛虫 都是我除灭的 因为我倾听过他的愿意 和自诩 甚至有时候 我也聆听着他的沉默 因为 他是我的玫瑰 他又回到了狐狸身边 再见了 小王子说道 再见 狐狸说 这就是我的秘密 很简单 只有用心 才能看得清 实质性的东西 是用眼睛看不见的 实质性的东西 是用眼睛看不见的 小王子重复着这句话 一边能把它记在心间 总因为你为你的玫瑰 花费了时间 这才使你的玫瑰 变得如此的重要 总因为你为你的玫瑰 花费了时间 小王子重复着 要让自己记住这些话 人们已经忘记了这个道理 狐狸说 可是 你不应该忘记它 你现在 要对你驯服过的一切 负责到底 你要对你的玫瑰负责 我要对我的玫瑰负责 小王子 又重复着 小王子的故事 讲遍了半个多世纪 依然经久不衰 或许只是因为 总有人不想长大 还有人未忘初心 而所有的人 都需要被感动 在自己小小的星球 看无数次的日落 对一朵花 动情落雷 一个小小的人 和花花草草 一直在忧伤的童话 故事里成长着 这是献给所有大人们 最美的童话 感谢这个可爱 忧郁的小男孩 他的出现 让我们不忘初心 小王子带来的 那份最初的本质 依然还存在 让我们可以做着 美美的梦 美到天上去的梦 愿听到这条音频的你 永远都记得 作为一个孩子的滋味 不忘初心 勇敢地去追逐梦想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 欢迎收听 团中央学校补清语 晚安 祝你好梦